哦,你好,兄弟哦,你还记得我呀? 记得啊,听见老鼠,肯定认识啊 今天我们要去,哎呦,爸爸的母校,中山大学咯 你激动不激动,激动,你给问你啦,激动 有没有问你啊,激动啊,你去爸爸的学校你很激动啊 哎呦,哎呦,这两个小调皮鬼 来,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啊,你说中山大学 我们今天非常巧,打了一个广东阿姨的车 现在到了南门,东门,这一片都是烧烤 这个开始了回忆啥 以前那个前菜都有那个韩国泡菜吧 我以前也太熟了 他到了哈,现在到了爸爸的学校了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用粤语怎么说呀 中山大号 中山大号 我们到了,代号 中达 考验你快点,都忘了你,14年之前都忘了 现在你这个校友回家也回不去了 哎呀,这个太难了,在外面呆了半个都要死了 因为没有找不着证明文件,所以先进不去啊 真的,是他,这个他母校 现在都不让包围都不让进,以下也不让进 真是,你看孩子哭的在这,又热又帅 不是,终于进来了 哎,这什么呀 变了吗 变了呀,这原来没有这个了 原来没有这个了 门口的包围也是被孩子烦的不行了 医生在哭 哈哈哈 但是我们非常理解 他们就是因为真的就是按规矩办事 但是,哈哈 可能我就 毫不容易把这个毕业证找到了 然后给他看一下 说立马说赶紧进,赶紧进 哈哈哈 在外边等了接近40分钟吧 哈哈哈哈 我们家一直在找东西 然后孩子一直在哭,一直在闹 哎呀 来你的母校可真不容易啊 是不是啊 你弄个校友卡吧 哎呦呦呦呀 这以前是你爸爸上学的地方呀 刚才那个叔叔想让我们进来 然后问了他几个问题 什么什么堂在哪里 他都听不懂 最近我也是在宾馆 那宾馆,我宾馆怎么知道 在这里旧过旧过 能可以就留学上了 哈哈哈哈 人家都知道,人家都知道了宾馆 不知道刘学生住的宿舍啊 是不是啊 哦,这是宾馆啊 对啊 刘学生也住宾馆是吧 对啊 跟我们学校一样 刘学生都住宾馆 但现在学校都在改造呢 还挺安静的 中国吧,人比较多 所以你得理解 他说法就是搞笑嘛 我住过这个直径 我住过那儿 这是刘学生宿舍啊 啊,行啊 人家也是按规章办事 这这这就是 嗯,这边是我结毕业入门的时候 那我知道了这个办公室 办公室 他已经退休了吧 那当时年年纪 啊,已经退休了 中央大学这边有一个 叫周老师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 这个也是 在对外汉语间很有名 那个也是刘学生宿舍 那个也是刘学生宿舍 这个老宿舍 后面那个是新 新你去那干什么 你想过去看看 啊 哦 哦 哦 你还记得我呀 记得 哈哈哈 记得老师 肯定认识 哈哈哈 你的小孩子 哎呦 怎么这么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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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哇 双胞胎 啊 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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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的朋友 他认识吗 啊 认识啊 怎么不认识啊 哈哈哈 就这样的说 经常来这买东西 啊 买烧酒 哈哈哈 买烧酒 什么的 饼干什么的 你几个管 对象你还可以信心 哈哈哈 你是在那 这里工作还是在那里 回馆啊 韩国在韩国工作 韩国在韩国工作 哦 这好点什么吗 再继续买 哈哈哈 继续买 继续买 哇 这14年之前到现在 对啊 没变吗 还是这么 还是这么帅哥 哈哈哈 我一下子看出来啊 哈哈哈 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嗯 嗯 你好 啊 两个 来来 哦 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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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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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不用客气 谢谢 那是我的好朋友啊 好朋友 好朋友啊 谢谢好朋友啊 一直在这 坐一下子 好的好的 谢谢 这里啊 啊你们已经应该在这里喝酒啊 咱énergie 今天真的是很高兴 遇到了熟人 是不是 他还担心来到以后 是不是怎么都放假了 不用担心 一直在这等著 哈哈哈 哈哈对对对 今天遇到爸爸的老朋友真的很激动吧 嗯 看爸爸以前14年以前就在这里上学了 哦 在这里住 没有手机 还没有微信 对 还没有微信 没有微信 对对那时候还没有微信 回忆是啊 刚刚出来的手机还是打电话的那个对对对 还是打电话的那个手机 16年了12年了 我12年 这两个宝宝 一会儿咱们也合照